老蛙鏡頭到手了 老蛙今天通知我到貨 上去寫著樓拿回來 今天立刻拍影片 讓大家可以看看這支鏡頭的開箱 不要錯過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些什麼可以留言給我 開箱 首先看看包裝外觀 都是一罐內地廠商的包裝 是一些硬盒 偏向簡單 有浸膠包著 好了 現在先拆包裝 打開盒子 看到裡面 是這樣的 有 這份是什麼 是 M43同系列的鏡頭 Catalog 有些 Y鏡 另外有些 微距 這些都是介紹 有些什麼系列的鏡頭 一張 這些 介紹 書仔 另外 合格證 內地很流行 好 再來 有一張 保養證 保養證 報收卡 都是簡體字為主 再來 這本 是使用搜查 說明書 揭開 簡體字 簡單 通常都是看 英文 即是中英對照 一本書仔 應該都不會看的 先拿走 再來 真身拿出來 盒子就是這麼多 沒什麼特別 先拿走盒子 看看這個鏡頭 真身 好 拿上手 金屬鏡身 有個蓋 蓋 普通 58mm的蓋頭 鏡頭 蓋 底蓋 拆了 你看到 寫著 Made in China 這次有 所有的電子接點 和相機有溝通 唯一是沒有自動對焦 對焦 鏡頭 這次 這次緊很多 對焦環 另外 沒有光圈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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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不到的 下面那個 只不過是一個 給你看到 景深尺 另外 上面的遮光罩 應該是可以拆開的 遮光罩 有些像金屬 有些像膠 應該有兩樣東西 同時間 摸下去 也算紮實 但 比我預期 是全金屬 好像有少少出入 鏡頭 你看到 這次 寫了 58mm 有 二光圈 6mm 等效12mm 遮光罩 扭到 遮光罩 可以反轉插嗎 好像可以吧 好像是可以的 不過應該 不會反轉 因為它那麼薄 我想 全時都是這樣放 就可以了 好 鏡頭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焦環 它的對焦環 比我之前用的 電影鏡版本 緊很多 這次一定在機身上 調光圈 可以在鏡頭上 直接調光 好了 拼到機身上 看看大小 這個 就是 EM10系列 它跟 EM10系列 那個 大小 平衡度 我覺得是非常 平衡的 我覺得 算 不錯 開機看看 你會看到 它可以直接在機身上調光圈 這次不是在鏡頭調光圈 直接觸控它 好 試一下 MO 因為有溝通關係 你的 拆光 各方面 都完全溝通到 正常使用 對焦環的話 你會看到 也有黑度 可以看到 因為有溝通關係 你扭的時間 也可以有放大 以及有封值顯示 真的挺方便 它真的當成了一支 電子的手動鏡頭 完全有反應 不用再開啟 算是挺方便的 之後再試一下 找一下它的超超距 在哪裏 接著 將它拼進去 一些高階的機器 EM1R3 看看尺寸 拼了出來 那個 大小都OK 用EM1R3 平衡度也不錯 但是 那個 對焦尺 電子那個 就沒有反應 你扭它 它會彈出來 但是它沒有顯示 你在走哪個行程 那 另外 也是一樣 它也是可以開到封值 那些 光圈最小是22 那 最大 就是二方圈 你看到這支鏡頭可以調到 完全是 對攝影是方便的 那 未必拍片是對的 但是拍片 它有電影鏡版本 所以我覺得這支 它是 給你 給你拍照的 那它那個 設計上 我覺得都是 正常的 這個方式 拿上手 金屬吧 不算很重的 都紮實的 好 蓋上蓋子 那你會看到 在鏡頭的旁邊 是有一個 Micro USB的插孔 應該是用來 用來 用來 升級鏡頭的 Firmware 這個 稍後再研究一下 是怎樣用 還是 是 給官方用 好 大小相對比 這支 是另外一支 825的鏡頭 那 這支 就是6mm老挖 那真的很小 那 用途是不同的 因為我沒有918 在新的關係 另外找了一支 微距 對比 尺寸 其實如果我照看 它那個尺寸 應該跟 Olympus 那支 9-18的鏡頭 會差不多 好 那看一支 鏡頭 你看到黑度 現在這些不是光圈環 只不過是一個 你可以看到 你在用什麼 光圈的時間 的對焦範圍 即是說 如果你用 5.6的話 你看到上面 這個對焦行程 就是大約 0.2mm後 去到無限遠 這個要實戰一下 再看看 好 用它拍一幅照 因為有 這個 焦點關係 你看到 用什麼光圈 用什麼焦段 都看到的 完全是有數據的 這次方便很多 這次 它的口徑 是58mm 即是可以用一些 58mm的 液體 直接可以扭進去 不過以我經驗 之前那支 例如我用這個 B加W 這一塊 因為它比較厚 是會有黑角的 所以可能要買一些 超薄的液體 不過如果 我的理論 我應該不會放液體 普通UV應該不會放液體 可能就這樣 用遮光罩 就算了 例如你要用CPL 或者ND 液體 那就非常方便 這支鏡 500mm 又不算太貴 好了 看看這支鏡 最近的合照距離 是9cm 真的 都算很近 超廣 可以玩一下 一些特別效果 好了 這支鏡的開箱 暫時說到這裡 稍後 我就會開始它的試用 所以大家記得 不要錯過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在下支影片再見